那一天张学良起得很早 为的就是能把自己打扮成令人满意的绅士 早上五点半 在特务队的带领下 他们一路向北 终于在上午十一点 抵达了大溪蒋家别墅 虽然在自立行间的世界里 他们相谈甚欢 从来都没有断过联系 可是在现实世界中 张学良和宋美玲这两个人 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了 宋美玲当即表示 希望张学良能够信奉基督教 还说自由一世 上帝会安排 上帝会安排 这话里有话呀 可是谜底还不到揭晓的时候 宋美玲不会多言 少帅一时也是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但出于对宋美玲的信任 他开始研读圣经 最头 加快 可以 有